水里香涌丰公妈祖日前于水里香内盛大举办夜巡绕镜庆元宵的活动 不但有许多镇头到场共襄盛举 庙方也规划了三个地点供民众专较底 原宵节由我们英文庄来出版 这个华东已经有60年的历史 今天总共有差不多六年 人双台湾差不多500个 所有参观的人双都超过万的 非常劳热 今年主办每年也继续由我们英文庄来出版 有三个店在英文庄出来的白楼 有那个文教堂 还有在那个民族教 跟我们的历史上有三个文教 文教的报文 英文庄有准备非常精美的保身符 要赏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 先议员肖志全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绕镜活动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让水里香相当的热闹 英文庄在六点半 不是六点半 正式来出版 英文庄在这里有很多 顶头和约翼车 还有还有地方 学校 顶顶的团体 共同 来参加今天 英文庄的邮件 所以 相当的劳热 对 我们英文庄的主委 还有李甘书 以及公所 为了我们 广公三业的发展 辛苦的付出 来表示感谢 先议员陈淑慧指出 永丰公为地方的信仰中心 平时就有许多信徒前来参拜 每年也会在元宵节前后 举办绕镜活动 希望借此能够保佑地方平安顺遂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那在元宵节是 我们水里乡 所计办妙会 这个邮件上楼的一天 尤其在英文庄 是我们的摩祖廟 这个发源的圣地 由英文庄来做一个主着 来计判到元宵邮件 要计判到我们水里乡 国共邮 这些主委和主事者 共同出到这个顶头 来到英文庄做一个集结 在英文庄来出发 就要把我们的妈祖母 请在我们的神教面上出顺 来保佑到我们水里乡 各个适合 都可以平安顺遂 永丰公为地方的信仰中心 更拥有许多虔诚的信徒 而在元宵节举办 夜巡绕镜的庆元宵的活动 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让水里乡犹如不夜城 记者邱品义 水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